坐落在台北城南的百年古蹟纪州庵 曾经是日治时期林河的高级料理亭 也是作家王文新的童年居所 他的文学经典家变 就是依据纪州庵为小说场景 纪州庵的纯日本建筑风格非常优雅 可惜他遭遇了两次火灾 只留下残存的礼物 2014年纪州庵终于修复完成 未来将结合一文展演 重现城南文坛重镇的风华 在台北水源快速道路旁 有一栋复古的日式建筑 它的名字叫济州庵 曾经是当地最豪华的招待会所 已经有97年历史 现在结合一文展演 重现当年的古朴风华 吉州庵建于1917年 是一座两层木构茅草屋顶的餐厅 随之生意蒸蒸日上 1927年改建本馆 并新建别馆以及礼屋 招待日本重要官员 整栋建筑横跨新电溪河畔 非常壮观 之后随着国民政府来台 吉州庵成为政府员工的宿舍 也是台湾资深作家王文鑫 写出家变的童年居住之地 就是自然界的环境 这个河岸的水边的 这些自然环境 我是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么这样的话 必然的会影响我的人生 吉州庵在1996年 以及1998年遭遇两次注荣之灾 烧毁本馆以及别馆 2002年台大城乡所调查 中正区的文石古迹 发现残存的礼屋 而展开修复计划 2004年被台北市指定为古迹 并在今年重新对外亮相 因为王文鑫的这个 将它变成这个场景 它就是这个 所以它有一个 多元的历史意义 然后又加上同学文去调查 所以这些 所有这些小的出版社 余光中住在哪里 都跟这个地区有关 所以说这个地区 陈南的这个地区 事实上它是跟 《光复后》的一段时间的文学 出版是有连接 现在这栋老房子 重新被文学灌溉滋养 开出崭新的文化果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